疫情下隨著各行各業人手短缺 本國就業市場更加一片向好 又報告顯示 僱主不再偏重認證者 是否具有相關經驗 根據人力資源服務公司 任士達加拿大 2022年到職業展望報告 認為面對疫情壓力和經營環境 迫使僱主更多重新評估經營模式 如果認證者具有僱主所需要的技能 無論是否有經驗都將會受到歡迎 包括預算、會計和質量控制在內的技能 對很多僱主來說都非常重要 報告列出今年最受歡迎的專業人士 是客戶服務代表、銷售人員等等 報告列出今年發展最快的10個熱門行業 包括客戶服務代表、調度專家、銷售代表、 清潔專家、維修和保養工人 預算專家、項目管理、質量控制專家、 行政助理、會計師 同時零售業員工和收款員 亦是今年需求最高的行業 好,謝謝